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条大原则 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 也是走向未来的指引 中美双方应该彼此成就 而不是互相伤害 45年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雨 给我们不少重要启示 两国应该做伙伴 而不是当对手 应该彼此成就 而不是相互伤害 应该求同存异 而不是恶性竞争 应该言必信 行必果 而不是说一套 做一套 习近平强调 三周前同拜登总统通电话 谈了对今年稳定发展 中美关系的考虑 提出双方应该以和为贵 以稳为重 以性为本 中美两国因为世界和平 承担责任 为各国发展创造机会 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为世界团结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 同拜登总统旧金山会晤时 提出了共同树立正确认知 共同有效管控分歧 共同推进互利合作 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共同促进人文交流 无根支柱 中方愿意合作 但合作应该是双向的 中方不怕竞争 但竞争应该是共同进步 而不是零和博弈 中方坚持不结盟 美方也不要搞小圈子 地球足够大 融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 各自繁荣 中方乐见 一个自信 开放 繁荣发展的美国 希望美方也能 积极正面 看待中国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美关系 其稳的势头来之不易 希望双方团队继续努力 积极落实同拜登总统达成的旧金山愿景 使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 好起来 向前走 布林肯表示 美中元首就金山会晤以来 双方在两国交往 禁毒 人工智能 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 取得积极进展 当今世界面临很多复杂挑战 都需要美中两国合作应对 美方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 不寻求通过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 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旧金山共识 寻求更多合作 避免误解误判 负责任的管控分歧 推动美中关系 实现稳定发展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